大家好 这是我上期跟大家分享的邻居家送的一个君子兰 然后呢 因为涨势差 所以我给它进行了砍头处理 砍头治理之后呢 现在呢 就只剩下根盘还有底部的这个根系 那么我之前呢 在网上看到过一些资料 就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砍头过后的君子兰呢 给给它切成几份 然后呢 进行分开种植 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提高它的这个发芽率 因为如果一般砍头的君子兰 虽然是可以冒芽 但是有的时候的冒芽会比较少 那么像这样子分成几份的话呢 冒芽的几率就更高了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对这一株君子兰进行分身呢 其实分身的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将这个株君子兰呢 把它倒扣下来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剪刀啊 直接把它切成几份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手切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伤到这个君子兰的根 一定要根和根的缝隙之间像这样子切 像我这一株的话呢 因为相对比较小 所以呢 我就只给它切成四份 如果是一些比较大株的君子兰的话呢 可以切多一点 切成六份啊 八份都是可以的 大家看 这样就切成了四份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上这个乙座多君临 涂抹在伤口处 这样呢 可以避免伤口感染 这样涂抹呢 让它适当的晾干一点 我们呢 就可以分开种植 种植 种植的话呢 还是用纯核杀栽种就可以了 那么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等到栽种之后呢 我后期再来跟大家教一下作业 看一下采用这种方法是否真的能够提高它的发芽率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